云欢迎来到我频道 今天的连衣裙合集跟我8条 全部交易都在百元出个头 超美超仙气 好久没有这种大规模捡到宝的惊喜了 怎么说呢 请提前把超会买的给我打公屏上 不含任何推广 大家可以放心听我吹 还有就是这期视频看完了 别忘了 长按大拇指三秒钟 帮我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也欢迎大家给每条裙子打个分 从一到十吧 等着你们的反馈 首先第一条 法式风修身连衣裙 价格是88 左前方有个开叉 方岭和叶边 所以它是条状分布的 小面积蜜桃色 碎粉不low 剪裁真的超级修饰身材 后腰有一节松紧 我给它搭配的是牛仔 还有帆布元素 都是休闲风男孩子气的单品 整体氛围除了甜美 就会多一点点酷的感觉 面料做工都很OK 现在徐徐登场的是第二件 优化半配色 氛围感很强的一条裙子 价格是168 前面有两个高开叉 腰线算是开得很高的 显腿长满分 两条肩带不固定死 可以完全自己打开绑截 踏青拍照配饰必不可少 先来一组草边元素 哼还是有点单店的话 墨镜丝巾就可以拍上用场了 就这身形头 哪怕背后只是一堵白墙 都会非常出片 上面的图案应该是蓝色和褐色的玫瑰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画面舒适 有点绞柔造作 没办法穿上旗袍 又不自觉的想要扭 它呢就是好看 我原来还挺害怕是穿旗袍的 毕竟胸没有肚子倒是不小 而且身高也堪忧 老实说就这样裙子 说了上次在沙漠拍照以外 我就现实没有穿出去门过 踏花姑娘了 这个穿出门肯定是90%以上的回头率 价格是108 我一个身高1米7的朋友 也是穿了我这一件 超好看 对比超明显 身高真的是 接下来这一件是香槟色的吊带裙 价格是135 对我158来说是超长的 再有个10公分左右就到脚踝了 但是非常显高 毕竟胸一下全是腿嘛 然后它没有开刹 不好大步迈开向前走 虽然它的面料也是非常有分量感的 垂坠不易皱 但是这个光泽感 加上是个吊带 直接外穿的话 我就会有一点点像睡裙 所以加件衬衫恰到好处 气质你看一下有没有 蹭蹭蹭就往上涨 大家你们这一套会给它打几分呢 好 进度条来到下半场第一件 绝了 绝绝子这一件 纯玉峰教科书级别的代表 我原先买的时候没有考虑那么多 但是一上身就感觉自己 啊 绿茶本茶 小女孩本孩 单薄曼妙惹人怜爱 哼哼笑死了笑死了 姜黄芒果色独特不显黑 就配我这个蓝绿色还挺抓眼球的 真的要挑一个缺点的话 我觉得大声不要买 面料不够兜不住 腰间它这一圈杏色雕花是镂空的 面料细节还挺物有所知的 这一件吊带裙啊 我整整等了一个半月 你听这个语气就是大师所望 单薄的只有一层面料 超级宽大 像是偷穿了准妈妈的衣服 吊带也是可以打开自己调节的 我感觉同款身高 要体重高个15公斤的姐妹 才能够贴身穿吧 拿出来6主要是 我觉得它本身的碎花配色还挺好看的 而且跟这种砂质的开衫搭配起来 还挺合适的 希望给大家搭配吊带裙的时候 能够再提供一种思路 见过面额这一条跟大家 因为它有垫肩 所以大家问的比较多的 还是会不会显肩宽 可以看一下 我个人还是喜欢这种头肩比的 恰到好处不夸张 我原先自己的话 是有一点点头大肩窄 单穿就挺好看的 我给它加了一点鸡皮流苏元素 又加了个马丁血和西部牛仔帽 就很朋克 裙子它全靠前面的排扣来穿脱 会有一点点麻烦 每次穿都要扣好多扣子 袖口是有松紧的束口的 羊腿袖加大声V 刚好不会先装 最后一件上次也跟大家见过面了 装红色吊带裙 褐色花朵 价格好像是128 面料是有一点弹力的 除了有点显肚子以外 其他都非常完美 这次我给它搭配了一套OL风一点的look 表面可以看到有一点点细闪 因为它料子本身夹带了一些金色丝线 不过不用担心 它穿起来是舒服的 单层没有内衬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条裙子 然后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 可以多点赞多收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巴巴里哦 i know you